- 全民加油! - 全民加油! - 因為他這個政府不胡打你 - 他也不鼓勵你啊 對不對 - 所以他不管你怎麼樣 - 你自己自身自命吧 - 三部政策進口夾殺 - 老葉農控無法生存 - 檳榔台灣口香糖 - 外頭的標籤已經是撕不掉的口腔癌 - 台灣口腔癌患者每年新增7000個 - 9成是檳榔族 - 不只是檳榔果實賣得越來越差 - 外頭這層葉子也無法幸免 - 名字還不敢認識 - 可能連變的愛好者都說不出 - 這個作物叫做什麼名字 - 但老葉卻是台東的經濟命脈 - 熟練的把老葉一片一片 - 從金上面拔下來 - 不會嗎?很慢好不好 - 我們一天採也很少葉子呢 - 我們以為這個速度很快 - 也許能夠賺到很多錢 - 不過實際上現在中盤商需求 - 只有過去的一半 - 對啊一百多個中盤商 - 你就放棄了 - 老葉農被中盤商放棄 - 也控訴被政府放棄 - 打擊是從尼伯特開始的 - 尼伯特之後 - 我也是帶一百萬了 - 當時老葉樹倒得倒 - 死得死損失好幾百萬 - 種下老葉田衰退主因 - 因為台東的葉子 - 不過西部那個... - 西部那邊的檳榔餐 - 不過他們用 - 台灣人就到緬甸啊 - 月蘭啊 印尼啊 - 海蘭堡啊 - 就趕快去找啊 - 種了一輩子的老葉 - 他們還能做什麼 - 已經超過六十歲的陳嫂 - 砸下老本想撈回本錢 - 西部那邊也不漂亮 - 啊 那邊進口也不漂亮 - 但台東老葉價格一直無法提高 - 除了西部也開始種之外 - 根據統計 - 老葉進口量直線上升 - 貴就沒有競爭力 - 產期一週就少賺八萬 - 受到夾擊放棄的人 - 還是佔大多數 - 台東2015年還有1433.59公頃 - 格尼英威尼伯特幾乎腰斬 - 今年已經不到800公頃 - 年紀大了 - 本錢花下去花太多本錢了 - 這個政府就不 - 算不管蛋 - 算不管你的東西啊 - 牢農陷入政府不希望繼續種 - 又開放進口的矛盾 - 這一道湯基本上除了老葉之外 - 又加了這個藥包 - 主要湯裡除了藥包之外 - 還有老葉也成為材料之一 - 長期研究老葉的台中大學副教授張玉泉說 - 其實老葉的用途不只是爆檳榔 - 就是種植過程裡面的農藥殘留 - 還有當它包成檳榔的時候的紅灰白灰裡面的化學添加物 - 以及檳榔種植過程裡面的農藥 - 提出研究佐證口腔癌不是老葉造成的 - 獨特的辛香辣味反而能夠調味還有抗氧化成分 - 如果包進膚有口感的零嘴 - 也能協助當作檳榔替代品 - 衛生棉跟護墊嘛 - 多代亞國家甚至加工變身女性用品 - 以及保養液 - 都可以成為台灣老葉產業的借鏡 - 我們要推動的是 - 在老葉種植的過程裡面 - 透過農間管理 - 對農藥的使用方法 - 其實也會做一些改變 - 所以到時候你拿到的老葉 - 基本上不會有太多農藥的產業 - 這樣 - 專家認為既然老葉不是致癌物 - 政府應該好好管理 - 並且產業升級製成加工品 - 再加上台東老葉品質是全球數一數二 - 老葉農不應該變成孤兒和檳榔分手 - 走出自己的路 - 突發中心台東報導